你会想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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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 平常一到五其实是 就是行私走肉 然后拜六礼拜你才会 全身关注的去做自己的梦想 的东西感觉很不踏实 嗨大家好我是Gun 我是志豪 看到志豪就一定要这样 很多人都是用这个 才认得我的 对啊你没有这样子我不懂 谁来的这个 你是谁啊? 所以你现在在做的是什么类型 其实我现在已经 之前是freelancer 现在刚好跟朋友就是他也愿意 入股这样子 做一些关于品牌行销 或者是让更多的公司 走上content 跟internet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很多公司应该 在google map上面 或者是facebook page 或者是在网路上面搜寻到你 不需要急着去 创一个网站 可是至少在网路上面搜寻到你 或者是有些地方 因为可以打卡 对对对 OK 那志豪今天上来呢 他就是要和我们分享的一个 年轻人创业的 艰辛路 艰辛路啊 其实艰辛的部分 不在于做了那个路段 我觉得是决定要去创业的时候 那路比较艰辛 因为就是在公司上面做很多的那公司 还是人家的公司 对 然后你有很多想法 或是一些比较天马星空 其实不是直接可以去做的 我就变成说我自己很难去完整的投入 因为要想一些东西 然后故事概念啊 或者是 其实一方面是机遇 我觉得就是 真正自己觉得他出去要去创业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那个勇气 跟去面对人啊 所以当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的possibility 你的可能性 就只有在公司 是 可是当你出来 不要讲创业啊 像我刚开始就只是出来做freelance啊 或者是觉得去看看这个市场 是什么样的 其实才发现到 哦原来工作可以这样子的 然后加上我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 然后有很多东西要做 阿干应该就知道 有很多东西想要做 我输到没有用啊 等到大家知道 对对对 实在把这个讲 其实很想要把好的设计带来啦 我最近呢 觉得想说 可能我创业之后的 的目的 或者是种子 是design change the world 因为很多人都 很多人都讲经商的理念 可是很少人用设计的理念 去改变这个世界 你有面对什么问题吗 每个人就是最大的 最大的问题 就是钱 钱啊 对 而且因为我们在 可能创业行业 很多东西还是 一部分还是要靠器材 对啊 比如好一点的相机 麦克风 灯 等等 然后电脑 因为你要算图要快一点 其实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 除了钱以外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其实应该就是 现在在马六甲 人家对创业的这个接受 它是有很好的比喻 就是从马来西亚的开国的一个地方 然后什么葡萄牙 荷兰 其实都有这些部分 可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经营不善 以前呢可能一些方法 然后没有照顾这些文物啊 马六甲没有优良的设计环境 我觉得可能因为马六甲没有什么 没有太多大学是有什么设计系啊 然后一些supply也不够 就可能说 MMU啊 MU的设计在Cyber 哦 我觉得很多人就不会把设计当作一个社会责任 我觉得其实设计是对一个社会来讲是很重要 就是如果讲回梦想 我就希望其实马来西亚的设计师 年轻设计师西哥应该要有这样的平台 让大家看到他们的 他们的心血他们的创意 所以你是想要在马来西亚搞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艺术场地 其实也是想啦 不过还在找着 因为这样的地方不容易找 所以我其实希望设计师或是音乐 或者做创作的人 其实也对大家继续去聊聊 因为现在是一个资讯分享 跟什么都分享的时代 就是大家的一起成长 而不是 已经不再是一个闭门造成的环境 闭门造局 闭门造局 的环境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一些想法 一起work it out 其实我觉得 对啊对啊 我觉得这个是什么年代啊 还是在自己搞自己的 对对对对 算了啦 那是网络时代嘛 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每个人可以运用不同的行业去 发挥的创意 这个时间比较不更好 还有就是 进修咯我觉得 是是是是 进修咯 就这几样东西 创意加进修 然后还要保持那一个热忱 这样子就比较 更容易的走下去 是是是是 马来西亚很可惜 这些设计师可能没有 比较完整的求学 就是因为台湾还有很多 一些硕士班 博士班 有一些设计研讨会 如果马来西亚那些设计同好 如果有点语的话 我们来 哇 可以联络他 来一起 我也不是搞设计 先联络他 我做你经纪人 也是可以 OK好 谢谢你 今天又签了一个 不知道是什么人 因为我做了经纪人 哈哈哈 OK OK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影片的话呢 麻烦你现在就订阅 如果觉得我们的影片很不错的话 就请你分享出去 给更多的朋友知道 假如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 也请你在下面留言留言 在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